很快我们就要跟2020年拜拜 迎接2021年了 2021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年呢? 在你的期望里面你又期待 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愿望? 我们跟教会应该如何预备这个新的一年呢? 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云行 让听说的都一起在主里面同梦造就 劝勉安慰 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字 阿们 其实无论是明年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两年后 我们已经被新冠肺炎搞到千瘡百孔的世界 如果真的要恢复一年前的样子 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的挑战和压力呢? 教会都应该如何做好准备呢? 所以我给了一个讯息给大家 是叫做 动荡世界 非凡平安 动荡的世界 是包括我们这个地球 包括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前途等等 在这么动荡的时刻 我们最需要的 首先 是在内心里面 有这种叫非凡的平安 其实你知不知道呢? 我们的世界 不单止是动荡中 而且还荡得很厉害呢? 如果你有读报纸 你看到报纸说 这个欧洲国家在聖诞前 传来两个很坏的消息 搞到全世界都紧张起来 第一个坏的消息 就是伦敦封城了 封城的意思是 整个城市都封锁 为什么呢? 因为伦敦发现病毒变了种 而且新的病毒比旧的 传播力高出70% 而报告说 在英国 四个英国人当中 有一个人 是需要在封锁中 第二个坏消息就是 封锁零一传 伦敦的人大逃亡 伦敦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车站 那些人在封城之前 迫上那些火车 单单火车站 一晚逃亡的人 是30万人 有些想逃去周边的国家 搞到周边的国家 个个都紧张 封锁边界 封锁海陆空 哇 大件事啊 其实我也曾经想过 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还有什么地方呢? 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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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病毒的 我认为北极 南极是最安全的 谁不知 最近消息全来 原来这个由韩冷人口又少的南极 最近支离的军方报告 哇 哇 他们在那树的研究基地 已经出现了36例的确诊 哇 我想这个地球上 除了海底和外太空 是适合人住之外 这个地球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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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多的祈祷 哦 我们真的要继续的祈祷 不要放弃祈祷 啊 我昨天知道 原来我们的阿山哥 啊 他说 他说呢 明年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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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更糟 哇 都不知道什么消息 哇 搞到我们人心惶惶 哇 其实呢 人心里面的动荡 都不一定是因为这个疫情 啊 也可能呢 是他们的婚姻啊 他们的经济啊 因着其他的因素 而出了问题 而生活在这个这么动荡的世界里面 啊 我们的环境 面对这么多的挑战的当中 我们身为基督徒 身为教会 其实我们要坚持 做三件事 第一 我们要坚定的相信 无论这个世界 怎样荡荡来荡去 我们的信心千万不要跟着荡 哈 哈 我们要坚定定 有淺静 哈 哈 我们的信心 要继续的 定在 这位永不改变的上帝 哈 哈 我们的信心要继续的 抓住 这位 可爱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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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继续的相信 他仍然的掌管这个世界 掌管我们的明天 Amen 哈 没错 这个动荡的环境 的确让我们吃了不少苦 哈 也作出很多 很不习惯的 新常态的 那些 调整 但是我们要相信 祥帝 其实都是透过这个新常态的出现 哈 在做很多 提升我们的工作 是不是 哇 提升了我们 真是很多 可能是 生命里面 信心里面 服事里面 包括我们 如何去 开始 要提升我们的抗疫力 啊 什么叫抗疫力 就是说 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那种的力度 都要加强 哇 因为这个世界 其实呢 除了是 有美好的一面 仍然是有 我们需要呢 去 接受挑战的一面 那么当然 第二方面 我们要继续的 加紧福音的传播 哈 我们呢 不要让这个疫情呢 成为了我们的藉口 以为呢 哇 那些人哪里有心情 听福音啊 个个都为了生活啊 啊 都没有空啊 啊 你又搞错了 好 现在呢 其实呢 没有一个时候呢 是比这个时候呢 是更加需要传福音 是因为呢 那些人呢 虽然 他们是要工作要生活 但是他们的内心呢 却是充满受烦 充满恐慌 充满对未来的疲惑 他们最需要的 就是福音 阿们 阿们 其实呢 在这一年多 因为疫情造成的家庭 和婚姻的危机 越来越多 所以呢 是需要基督徒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关怀他们 呀 把耶稣基督的盼望 拜给他们 阿们 最近呢 有一位女士 因为自己的婚姻 出现了 配偶 多年来 对她的暴力 和不忠 而造成她的内心 有极大的伤害 和动荡 但是感谢神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访堂的一位姐妹 就鼓励她 就在她的祷告的过程里面 她经历到上帝的平安和帮助 终于 在 平安夜 那个晚上 她就祷告这十字 而且请小组呢 安排 去清理她的家里面那些 需要清理的那些东西 哈利路亚 赞美主 Amen 另外一位女士呢 其实就是 在疫情的时候 透过喜讯堂的一位同事 传福音 信所主意 加入了小组 不单止经过了一套故 她那个 睡眠的质素呢 改善得很多 也透过祈祷呢 让上帝为她的男朋友 欠下的十多万的债务 在求助母门的底下 很神奇的 收到 银行一个 简讯 这个银行说呢 我们就会在 十一月底 啊 就是 剩下几日了 赶快 申请这个贷款 哇 这个姐妹就很快的 就去申请 果然批准啊 哇 十几万的贷款呢 既然批准了 而她的男朋友都因此呢 就 顺此 开始参加小组 阿鼎姊妹 Amen 其实呢 我很相信 我们基督徒呢 就是天国的特种部队 特种不是特别种 特种啊 特种啊 特别种类的部队 是不是啊 啊 我们是天国的特种部队 哇 你知不知道呢 特种部队呢 啊 他们呢 平时没有东西做呢 他们都是有一般操练的 但是在紧急状况的底下呢 他们就需要出动 啊 无论呢 当时的那些处境有多么风险 有多么危险 他们依然呢 需要去执行任务 去完成使命的 Amen 而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特种部队 哇 我们千万不要在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呢 就病卖 就去喝茶 是不是啊 平静的时候呢 就很空閒 哇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是天国的特种部队 就是特别在这个疫情 啊 人心旺旺的时刻 就是我们要出动的时候了 Amen 当然我们也要赞美神啊 我们这一期的幸福小组 虽然呢都是力尽 不少的艰难 但是仍然看见呢 很多的特种部队都出动了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遲些呢 我们就会报告了 到底 一届的幸福小组呢 有几多个人信主啊 收获如何了 Amen 第三样东西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得非凡的平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呢 是不可能去掌控外在那些动荡的环境 但是我们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内心 不受环境的动荡 而跟着呢 当来当去 是不是呀 其实我们内心这个部分呢 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叫非凡的平安 因为这种的平安 正可以让我们呢 得到医治 得到释放 得到盼望 得到力量 得到能量 Amen Hallelujah 当然 我们就要开始讲到这个非凡的平安 其实这个非凡的平安 和一般的平安 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 有很大的分别 但其实呢 不少的人呢 对平安 都有它的渴无追求 因为他们都知道呢 平安的重要 但是很可惜呢 我们大部分人呢 所追求的平安呢 是比较偏向外在的平安 环境的平安 或者是财富上的平安 甚至我们认为呢 哎呀 没有事发生 就是叫平安 是的 即使他们呢 即使他们呢 都想有耐心的平安 但是他们这种耐心的平安呢 是先根据外在的环境 那些的问题解决后 啊 等到他们呢 放下心中的石头呢 啊 他们就觉得 啊 这个时候 平安啊 啊 当然这种的平安 都是我们需要的 是不是 我们也是很需要这些 环境的平安 啊 外在的平安 但是 但是 新来基督徒呢 我们所要的呢 不仅仅是停留在 外在的平安 我们更加需要的是 内在的平安 而这种内在的平安 就是我一直重复都会提到的 就是非凡的平安 简单来说 非凡的平安 没有什么神秘的 就是耶稣的平安 就是上帝的平安 为什么叫非凡呢 因为它是非一般 啊 它是内自天上 它是超自然的平安 它真的是一种力量 一种的生命 原来这个非凡平安 是有生命力的 是有动力的 它不是贴在长壁那些 出入平安的平安 它是内自神自己的生命 内自神给我们的一种内在的力量 当主耶稣 淋上十字架之前 他说了很多 令门徒心情很沉重的信息 因为耶稣宣布 他要上十字架 他要死 他要离开他们 但是 当时的门徒 各个的头脑 充满很多的问候 而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就和他们说了两段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也是我们的主题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仇 也不要胆怯 接着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耶稣又说了 他说 我将这些事 前面所说的事 告诉你们 无非就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记得在世上 你们是有苦难的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主耶稣就将一般的平安 和非凡的平安 说得非常清楚 首先他所说的平安 我留给你们的平安 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 不是从世界来的 不是从世界的环境 不是从世界的财富 不是从世界有权势的人 那是来的 其实世界上的人 环境和财富 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吗 都可能可以的 不过大部分都不可靠的 因为我们所要的平安 就是如果大家不吵架 便有平安 如果环境平静便有平安 如果世界和平便便有平安 如果我的钱便有平安 便有平安 哪一个可以保证呢 哪一个可以保证呢 周围的环境一直都很平静 世界一直都会很和平 哪一个可以保证呢 你银行的钱不会飞走 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 其实主耶稣都不会给你保证 主耶稣都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可以拍胸口跟你说 这个世界是不会给你平安的 相反这个世界给你的就是 苦难 苦难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世界上的 无论是人也好 环境也好 是财富也好 他有时候不是给你平安 是给你更多的苦难 你看看今天我们这个世界 单单就是这件叫新冠病毒 都不知道哪一个是良心 被狗吃了的家伙 偷偷地的 去研发这种叫生化武器 搞到全世界人都遭殃 这个世界怎么能给我们平安呢 第二方面耶稣所说的非凡平安 其实是哪一种的平安呢 原来耶稣说得很清楚 我所给你的平安 不是叫做没有苦难的平安 你千万不要期望 耶稣说 我给你的平安就是没有打仗 没有经济风暴 没有病没有痛的平安 当然这个是我们很希望有的 但是耶稣很快就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 不是没有苦难的平安 而是即使有苦难 但是我所给你的这种非凡平安 是可以让你超越这种苦难 这种问题 这种压力的平安 我所给你的平安 不一定会解决 你所面对的苦难和问题 但是却能够让你在苦难的面前 仍然可以保持安稳 仍然知道你的前面是有盼望 有出路 以致你可以继续的前进 以致你可以不怕挑战 Amen 哈利路亚 你知道呢 其实当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的时候 当时的门徒都未真正得到这种非凡的平安 因为当他们一看到耶稣被捉的时候 每个人都走不走 都不知道病了去哪里 甚至呢 他们是病在房子里面 哇 在这里有得震就没得睡 直到耶稣復活之后 向他们显然 当耶稣向他们显然的时候 耶稣呢 重复的说了两次 愿你们平安 然后耶稣说什么呢 父怎样猜犬了我 我也照样猜犬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原来非凡的平安就是在耶稣復活之后 向他们吹一口气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些班门徒正式的领受了这种叫做非凡的平安 就是主耶稣的平安 以至之后 你们发现呢 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为信仰受迫不的时候 他们没有退缩 他们没有生起来 他们所表现的就是非常之勇敢 嗯 好好好 兄姊妹 这个就是非凡的平安 原来耶稣所说的平安 祂所留给我们 祂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就是天上的平安 就是一种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是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有盼望 有力量的平安 这种的平安是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让我们在风暴的面前 仍然可以保持沉静 安稳 不会太多恐慌 动荡的平安 其实这种平安 就是在今天我们这个动荡的环境 动荡的世界 是最需要的一份真实的力量 我很感谢神 我信了耶稣之后 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平安 我可以帮你解释 因为我第一属灵的接触 认识了主耶稣 所以我对圣经的真理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却经历了全所未有的一种心灵里面的平静 安稳 这个就是后来我正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非凡平安 其实一直到今天已经42年了 我仍然非常渴望 我仍然非常需要 心里面有这种非凡的平安 因为这42年里面 就是这种平安 帮助我在各种挑战 各种的压力底下 仍然可以保持冷静 也同时可以得到舒缓的一种神圣的生命力 好 主耶稣 多谢你 也是这种平安 而我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任务的底下 可以去完成神交给我的工作 哈利路亚 我们兄姊妹 我们真是很需要这种非凡的平安 而这个非凡的平安 就是我们不单止在这个时候 其实都是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 最需要有的动力 其实非凡的平安 如果用圣经的原文来说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Shalom 在希伯来文就叫Shalom 在希伯来文就叫Irene 而平安这个字 是在新约旧约都一直出现很多次 几百次 其实它在中文的翻译 是有四层的意思 但是第一 是最重要 是最关键的 这种平安是叫和好 它是指着我们人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和谐的关系 是没有疏远 没有隔膜的关系 这个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第一件事会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 就是我们与上帝和好 就是因为这个和好 也导致我们人与人之间 正能够有和好的关系 这个是说 在旧约圣经里面 甚至到今天 你们都可以发现 犹太人见面的时候 很喜欢说Shalom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Shalom 不是一个文后的字句 其实它是包含着强调人与神的关系的和好 以至每一次当我们和太太说 Salom不是说你吃饱了吗 不是啊 它是提醒我 提醒你 今天你和上帝的关系OK吗 当然新约的平安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祝福 因为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 就好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 是说由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留的血盛就了和平 使天地万物藉着他与上帝和好 原来耶稣的十字架不只是神与人恢复和諧的关系 原来这个十字架同时都是要使得天下万物与上帝和好 第二种平安就是说到我们的内心有一种特别的平静 以至我们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有一种稳定的力量 用好的态度去面对 第三就是说到和睦 就是指人与人之间人制关系上一团和气 无论是家还是婚姻 包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 最后正说到和平 无人与神的和好 就无后面的三弱 无前面的平安和睦 都无最后我们很期待的世界和平 和平就是人与人各与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 无冲突 无争斗 无侵略 严格来说 今天这个世界所发生的 无论是家庭的 或者国家之间的斗云 一开始 就是因为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而圣诞节 其实就是一个节日 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 我们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即使我们面对新的一年 最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伟大的展望和计划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恢复restore 我们原初和上帝的和谐的关系 因为一切计划所期待的美好 如果没有了这个环节 没有气体的了 唯有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shalom 这个字眼 是没有一个语文可以翻译得很清楚 因为它的意思太丰富了 曾经有一本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本 用了25种表达方式 来表达shalom 它的概念 原来shalom是代表 圆好健康 医治 请求快乐 福气平安 幸福和睦 完整 完全 安宁安全 兴旺 兴盛 丰富 有ajriņš 完美 面合资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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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争吵 哦 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事实上为教会 为自己 为家人 为国家 祷告SALOM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SALOM的底下 我们就会经历丰盛 经历幸福 经历安宁 我们就会脱离贫穷 脱离优秀 脱离责病 而带给我们的就是封城 哈利路亚 而当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我们怎么能够去经历这个非凡的平安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已经是为我们预备了的 第一就是我们需要祷告信主 如果在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你还未曾信主的 或者还未曾认真信主的 今天我就鼓励你 真的要搭卖心水 认真信主了 要闯开你的心门 接受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 让祂在你的生命里面 做主 做王 你便发现这种Salom的非凡的平安 就进入你的内心 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朋友 你已经决定要透过祷告 接受这位赐平安的主耶稣 我请你跟着我照着银幕上的 祷告文 一句一句的 从心底里面 发出你的声音 来做这个祈祷 天父上帝感谢你 因为爱我 插派主耶稣为我的罪 死罪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并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感谢天父卸灭了我的罪 并让我得着永恒的生命 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把我一生的道路 交给你带领 求你帮助我 一生跟随你到底 也帮助我明白 圣经的真理和学会祈祷 更深的认识你 也经历你的奇妙大爱 以盼望 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命 Amen 恭喜你 当你做了这个祈祷 你一定要知道 你就是神的儿女 而成为神的儿女 不只是祈祷 我们需要有很多 对真理的形式 信仰上的形式 因此我鼓励你将你的名字 和电话号码 留在我们的Facebook的信箱 好叫我们的同工 能够继续联络你 帮助你 让你知道 这样的可以继续拥有 这个非凡的平安 让你真的一生一世 都活在Salom的里面 当然对基督徒来说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 严肃地对大家说的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不要忽略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要学习 如果我们真的做错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有什么事情 是真的得罪上帝的 我们要学会 赶快的 来到主的面前 祷告认罪 因为这个做法 是能够帮助我们保持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那个通畅 那个毫无难阻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 忽略了这个部分 导致我们失去了 原有的那种Salom的平安 你一定要知道 Salom的平安一开始 就是从主耶稣 透过那个十字架的流血 解决了我们 那个罪的问题 但是 我们仍然会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不小心 不小心 可能是得罪了神 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我们就需要 靠着 凝聚悔改 来让我们这些过犯 可以持续地被洁净 被赦免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 生命里面 可以让 Salom的平安 非凡的平安 持续 存留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无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听到的时候 或者被人有时候 指指点点 导致你被圣灵光照 或者 良心受责备的时候 那你就要在这个时候 赶快的 在主的面前 和主说sorry 千万不要等太久 不要在今年的年初一 等到明年的年三十万 来清理垃圾 那堆的垃圾 我告诉你 其实就是导致你呼吸困难的原因 我们在属灵里面 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里面很闷 很辛苦 很简单 因为你里面的垃圾 没清理 你试一下 来到主的面前 谦卑的 圣灵 其实圣经里面已经保证 当我们愿意向神 悔改凝职的时候 主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应该这样做 好吗 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 来到主的面前 首先感谢他 因为他透过十字架 为我们预备了一份 这么重要的礼物 这么重要的一种动力 一种能量 是要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动荡的世界 面对动荡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可以处击不乱 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动荡的世界 仍然的体见神的美好 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选择 好吗 这个时候 同神说 你需要 这一份 Shalom的平安 如果圣灵感动你 在哪一方面 你需要向他 悔改凝聚的 要立刻 Just say Sorry I'm sorry 同神说 我向这件事情上 但不要只是说sorry 要说什么事情 你要说sorry 是不是因为 恋一个人恋到 好几个月 你仍然不肯欢恕 是不是有些生活上的 不圣洁的事情 神要你放 如果是的 求成帝给你力量 而我们未进入新的一年之前 先清理好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垃圾 不要将那些垃圾 带到2021年 趁着还有几天的时间 好好地的 在主的面前 靠着补血 让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灵魂 被十字架的补血 清洗干净 好让我们有一个全身的灵 全身的心 进入2021年 Amen 虽然世界会动荡 但恩着我们里面有这份非凡的平安 Shalom的平安 我们仍然会经历 我们仍然会经历 神最美好的祝福 我们仍然心里面 是会充满 欢迎 喜乐 和盼望 让我为你祈祷 不过祈祷之后 请你每一天 要继续为自己祈祷 这一次的祈祷不是永远的 就是为着这个时候 OK 亲爱的主 我们多谢你 你就是和平的均和 你就是平安的化身 透过你的十字架 你将这一份 难以形容的Shalom 赐下给我们 Amen 多谢你主耶稣 凡接受相信你的人 这一份的平安 应该是会在他们的里面 如果真的 除了年日而消失了 我恳求你今天再次的让我们 我们很认真的 爱惜这一份Shalom Amen 是的 当鼎姊妹愿意在你的面前 悔悔认罪的时候 这一份属天的恩宠 Shalom 最一次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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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让我们进入2021年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个充满Shalom 的一年 多谢你主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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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